深毒一分钟,你的健康深毒管 刘慕彪,主任医师,广东省人民医院,妇产科主任 宫外孕是致受精卵在子宫腔以外着床发育的异常妊娠过程 也称异味妊娠 宫外孕中输卵管妊娠就占了95%以上 这一专题,深毒菌就以输卵管妊娠为例子 谈点宫外孕杀招 流产 人体内除了子宫再也没有适合孕育宝宝的地方 受精卵若是跑到子宫外安家 肯定没有长大的可能,只有流产这一种结局 大出血 受精卵天天在长 输卵管可没有这么大的空间和弹性给它长啊 再说,这输卵管血液供应充足,血管非常丰富 一旦输卵管被撑破,归肠容易发生大出血 要是抢救不及时,三分钟出人命 不孕 在宫外孕的治疗过程中 多少都会对输卵管造成损伤 甚至会切掉一侧输卵管 影响未来受孕 即便成功受孕 也有可能会再次发生宫外孕 据调查 有10%到15%的宫外孕患者 会再次发生宫外孕 深度是个宝 常看身体好